千古谜团看到太阳打喷嚏原因是 阿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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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医生 我一见到太阳就打喷嚏怎么办啊 其实医生也解释不清楚 只能告诉你是遗传 世界上每五个人平均就有一个会这样 还有个又臭又长的名字 强迫性肠染色体显性遗传性光眼激发综合症 一文就靠各位心灵神会啦 反正就叫做阿啾C-Drom 其实不只是太阳 突然受到光的刺激也会打喷嚏哦 这个千古难题在古希腊时早就记载 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书里 书中讨论原理可能就像羽毛骚鼻孔这样哦 因为太阳和羽毛动来动去产生热力 刺激你的呼吸就会打喷嚏 嗯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可惜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到现在都还没解开这个谜题 虽然还不确定原因 但是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是接受视网膜讯号时 脸部三叉神经也会接受 大脑误以为鼻子也被刺激 才会打喷嚏 比较新的说法是 主要是大脑阻挡 不只是单纯脑干反射 光的刺激越强 这些人的反应也越大 不论如何 如果你有这个症状要特别小心 像是开车出隧道的时候 最后就要记得戴墨镜喔